可能要跟大家说再见一段时间了 这边的小猛鱼缸 食人鱼缸 还有这些缸 暂时就不能跟大家伙 经常见面了 还有这边的红帝王跟辛辛苦 因为这段时间 要做一个大的改动 初步计划 是把这个两米的大猫缸 给他搬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边的缸 全部清理出去 至于这两个缸 已经被附近的粉丝给预定了 然后以前的这个位置 我打算放个两米五重一米二的鱼缸 以后聚起养点什么 就看兄弟们的意见了 还有这边的这个架子 这四个一米重40的缸 已经被搁置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打算给这个架子重新包边 然后把这四个缸 全部给他改成原生缸 因为我已经谈了两个月的原生鱼供用商 他松口了 哦 对了 还有这边的小鳄鱼缸 养了三个小鳄鱼 多少有点奢侈 所以我打算把这个缸 搬到里屋的这个位置 这口80的缸 也就送给粉丝老铁了 因为我还预定了 1200条红帝王魔神 准备大干一场 接下来的重新 其实全部都在地下室的这个里面 这里面的小型鱼缸 已经全部就位 对面是我昨晚刚针好的猫笼 以后就把猫圈在这个里面 一个草缸 两个草缸 回头还得给他们改造一下 这里面总体还是比较乱 这个位置 以后就专门作为咱们地下室的办公位置 然后这边的架子上 会养一些手工 蝎子 蛇 蜈蚣之类的 对阳光要求不是太高的爬窗 总体来说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 这第一步 就是先得把里面给食到利索了 哎 小黑的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好了 总体 这就是我未来两个月到三个月的计划 我会把每天的改造日常发出来 如果老铁们想看什么鱼 或者说 想知道改造到什么程度了 记得在视频下面留言 你们的每一条留言 我都会认真看完的